大逼退演艺圈!吴宗憲儿PO文6小时逼出新歌曲!他无奈唱《我被扭曲》对舞台仍有眷恋! 吴宗憲儿子吴瑞轩,陆西派,近日因一句我要调北市府,让全民买单引起轩然大波,虽然他是在私人IG上说的,但被截图流传让社会不安,警方也随之传唤调查,吴宗憲开记者会骂了儿子一顿 你的亮点就是你是吴宗憲儿子,所以你嚣张什么?没有家教你剩什么,演艺圈不需要你这种咖,你的出道日就是退出日,回家把行李收一收,看你要去欧洲还澳洲打工,爸就送你到这边 虽然话角很重,但吴宗憲儿却泛住泪光 根据ETTD新光云报道,吴瑞轩成了史上出道仅23天最短时间的新人,爸爸逼他退出演艺圈好好反省 吴瑞轩在记者会上,也鞠躬跟大家道歉自己其实是在开玩笑,完全没有任何意图,很抱歉让爸爸感到丢脸,他是唯一真的会听我歌的人,但我却让他失望 其实吴宗憲儿为了当儿子圆梦,除了出钱出力外,演唱会还让儿子登台大知名度,望子成龙的心大家都能感受到 吴瑞轩在记者会结束后,六小时内逼出新歌曲,写下这事件发生后他的内心想法,并PO于网路上,希望大家可以透过歌曲听到他的心声 无奈地唱我何必,炒作新闻,到处拉扯,让人觉得反感,我的灵魂,我的认真,被扭曲后反弹,是我错在先,责任扛在肩,是我不应该,责任我承担,从来没有抱怨过,所谓标准太高,压力太大 我只想要音乐放送,能够被人听到,在聚光灯下,谁不是呢,你有没有多特别,是我错了,再给我一次机会,我知道时间无法倒带,我知道承认才是勇敢 他的字字句句都在宣泄着对此事件的告白,字里行间满是自责,对于外界称他为翻版孙安佐 他委屈地说我对军事没兴趣,那个玩笑是在当兵时与同袍之间说的话,我没想到会被截图,但不管如何我身为公众人物,我是吴宗宪的儿子就该几年慎行,以后我会更加注意 他的新歌发布后,许多人替他加油打气,也赞赏吴宗宪的教育方式,至少不护儿子是非分明,公众人物说话都要很小心,也给吴瑞轩上了一课 其实吴宗宪是最难过笨人,希望吴瑞轩敖好反省,爸爸也是为他好啊 参考来源